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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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靳佩瑶 每天打开owat和owmay一起支持我的作品 关注我的新活动吧 这个是我第一次跟就是觉醒东方 就第一次跟公司的兄弟一起过生日 我心情就是 就是因为第一次所以有没有过的那种感觉 平时其实我们私下的时候都比较玩得开 因为每天生活在一起 所以就不会有很多顾忌 然后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 就最有趣的我觉得就是 我跟左燕在厕所一起洗澡 挺好玩的 Cue你家 其实特别感动的事情就是 就是被淘汰那天 然后分割跟博哥 还有就是我们公司所有人都哭了 对 就我没哭 想哭的时候我就深呼吸 因为我想就是就已经收获很多 就就很快乐地离开那个地方 对 我第一个见到公司的兄弟是秦子墨 我觉得都合不来 没有没有就是就是每天就是博哥他就抢我的床 然后还让我快点洗澡 然后子墨就每天让他少说话 然后让昨夜做一个正常的孩子 然后就不要乱笑 然后奋哥就是 反正就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跟大家都挺好 其实有时候我说话也不是很少 但是我是偏向于那种 就是平时不会主动去说话 就是该说话的时候才会说话 然后可能就是比较 就是让人觉得有一点安静 就说话比较少 博系这个东西 跟说不说话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你想一下 就是可能一个人很活泼 但是他也很佛系 就是不争不强嘛 然后可能有的人很安静 他也很佛系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佛系的人 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关于就是天马行空 我觉得对 我觉得水平座真的是脑子里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呢还偏偏是那种就是 不太愿意很强烈地表达出来 可能有时候就会自己想很多 然后不会说出来 我觉得粉丝让我最感动的就是 有些粉丝从很远的地方 包括国外 就为了看你一眼 然后给你一封信 我在想 就在换位思考 就假如是我的话 我从一个很远的地方 旅途有那么长时间 我就为了去见一个人 我觉得很感动这件事情 姚妹这个事情 就是我发微博那天 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 很亲切的一个称呼 然后没想到 大家就真的就把这个当成粉丝名 其实这个都还好 大家喜欢的话 以后也可以改啊 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我觉得就是努力 对 因为我之前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 对 然后睡觉一天可以睡14个小时 不睁眼 就是可能我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 把我的极限又拉高了很多 所以可能现在我稍微努力努力 就比之前要努力的更多 谢谢你们就是对我的关注 然后也喜欢我 我呢就会唱更多的歌 然后有更多的作品展现给你们 然后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多多关注我 我写的小说是 就是玄幻武侠 就是很少年 是我高中的时候写 其实挺好 就是开辟楼的新大陆 就是很多种可能性 可以呼应我为什么很佛心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这个名字 就是在舞台山的一个师父 就是因为说 就是说我命里头有太多就是 看 然后就是用这个比较柔一点的名字 来化解我 就是那些磨难 偶像练习生被淘汰的这个 发了一个朋友圈 一见钟情 我只有一件衣服 我没有穿一封格 去海边住一个酒店 然后睡三天三夜 就是我找不到什么人 可以跟我交换身体 就我还是做自己比较好 佛系 真诚 闷嗓 就是实在一点的话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壶 我失敞 就算你回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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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